你很厉害 你很厉害 你的左手控制低谷的那个 我多次的仔细去 看你到底什么时候出错 但是你一直没有出错 非常厉害 因为我的角色呢 在我们整个好歌乐团里 会略显有点特殊 所以这就导致一个问题 有我在的乐队 要么 没有我的存在 要么就是会 和其他乐队很不一样 所以钱正浩 你的选择是 因为我很喜欢 电子嘛 对吧 哈哈 对 胶原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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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明白他为什么胶波罗 就钱正浩他肯定也是看中这个编曲的层次 就是所有成熟的艺人和歌手 都会选比较相对对音乐有立体感受的人 第三位队长 胶原波罗 胶原波罗 波罗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编曲的 上一次录影我看到他们的那个成长 就那三个和弦的走向嘛 说真的只有我会用 没有别人会用的 然后他一用我当下就明白了 我刚刚跟他一说他一下就笑了 他就知道就我们就是我觉得达成了一个共识 有波罗加入了很多电子电源所 他往里铺了很多特别有空间感的拍的 就像我这个歌在表达我的回忆一样 因为波罗今天基本上舍弃了手动的 因为他那个手动打击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他那个 但是一切是音乐最大嘛 从我的听歌的角度来讲 波罗列车这个作品的话 其实更多的像是波罗为主的 一个电影的作品 那么加上刚刚乐评人的投票结果之后 波罗列车乐队最终的得票数是171票 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人希望大师发展 那其实不是什么难事 他只要肯花时间肯花精力 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好的资源 他就可以一直往上走 但是一个人很难去学到的是 就是人们要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尝试 自己的出现的错误来总结出来的经验 这些是浩哥能交给我们的 而且着实是交给了我们不少 我觉得这个东西哪怕是我到了一个 什么比如说特别特别狠的一个学校啊 或者这都是他们很难交给我的 但是我就在这里遇到的浩哥 我觉得非常幸运